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 不搞血腾,只讲数据 避坑排雷,防气账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八戒 避坑排雷,防气账 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 2022年2月24号周四 今天重点关注一下 美国加州经纪人协会正式公布的 2022年1月份全加州的房地产行情综数 相关的重磅性的数据 已经得到逐一的释放 八戒说会给大家做点相关的行情解读 另外一个方面 昨天俄乌冲突突然之间升级 那么这种军事冲突升级之后 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对于整个全球的供应链 对于整个美国的房价 包括抵押贷款利率 会不会造成显著的变化和影响呢 八戒也想结合着最近几天的金融市场的变化 给大家带来一点八戒的个人观点 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更好的规划你们的资产配置 那么在未来这样的一个非常动荡的行情市场之下呢 能否跑赢大盘 是大家非常关键的美国房价 会不会随着军事冲突造成暴跌呢 好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喜欢八戒的朋友 欢迎接近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视频 给八戒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首先来看在当地时间24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是发表了 这样一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讲话之后呢 俄罗斯脸大 大盘指数一度是大跌超过45% 一个是将近大跌50% 这也就是说整个资本市场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一个大盘指数居然是一天之间能够腰斩 那么整个的俄罗斯各大交易所也是纷纷宣布 25号暂停整个俄罗斯股指相关的交易 目前也是禁止任何的卖空 另外一方面呢 卢布对于美元的汇率跌至2016年 创纪录的新低 1美元兑86块卢布 卢布对欧元汇率将近达到1比99块9毛9 创2014年以来最低记录 那么WTR呢 也就是原油的价格 在昨天宣布军事行动之后呢 一度是暴涨超过100美元 达到100.54 创下了最近十几年以来的另外一个新高 那么WTR目前由于风险偏好 今天基本上军事行动达到了初步的预期 而各国欧盟G7和美国这边纷纷宣布 制裁也是削子落地 那么也是造成今天WTR盘中突然是日内转跌 在收盘的时候是略微的上涨 1%目前是暴在93美元 那么今天来看一下在盘前三大股指 道指标普纳斯达克居然是一度暴跌2.5%到3.5% 那么在G7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呢 特别是在华盛顿目前的拜登发表了这样一个制裁的相关讲话 整个风险偏好又逐步的转回到美股市场 那么也是造成今天三大股指盘中的振幅一度是将近5%到7% 纳指搜盘上涨436点涨幅3.34% 创下了2021年3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而整个全天的振幅呢 居然是高达将近7% 盘前下跌3.5% 现在收涨将近3.4% 大家可可想而知 目前这样的一个俄乌冲突对于整个全球的进入市场 是已经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在黄金方面呢 由于之前的避险情绪黄金一度是攀升到了1976美元一盎司 而在尾盘收盘今天是略微下跌5美元 目前暴在1905美元一盎司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整个的风险链偏好 还是大宗商品原油黄金 包括一些铁矿石等等这些产品呢 都会受到额误的冲突 而在欧洲天然气价格呢 也是夜之间暴涨将近40% 可以说目前这个两个资源性大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资源性大国 对于全球的供应链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不会对于美国的资本市场 不会对于美国的房价 迪亚特产生影响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不负责任的讲法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能够看到 由于风险偏好这两天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前面两天呢 由于冲突之间还没有得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升级 造成美债10年期税率一度是飙涨到了2.06% 那么也是造成在抵押贷款这些方面 在之前几天目前差收入都能够达到4.35% 最低也要4.25% 那么在现在呢 已经是略微的跌幅有所收窄 说明大家很多的资金也没有继续的逃向美国国债 那么美国国债今天的收盘行情呢 是目前略微下跌不足1% 目前暴收在1.969的收益率 那么接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最新的2月24号 华尔街这边的房地美的最新的30年期 查售贷款利率呢 是在3.89% 另外呢 Points呢 也就是0.8% 如果不买这样的一个Point的话 大概是在4.05%左右 15年期贷款利率呢 是在3.14% Point呢 是在0.7% 那么整个全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的 平均查收入的行情呢 是在4.06% 30年期是在3.42% 那么相对于一周之前呢 动不动就要查收入在4.25到4.375呢 目前也是略微的行情 有所缓和大概下跌了0.25的利率 那么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俄乌冲突啊 对于全球供应链 对于这样的一个抵押贷款利率市场 是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所以大家目前在未来配置各方面资产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关注整个地缘政治 包括关注一下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的变化 才能够更好的让你们够放置安全的资产配置 那么对于即将开始3月15号16号 为期两天的FOMCEC会议的话 目前美联储并没有放松他们的口径 也就是说他们会目前看着俄乌的局势发展 但是并不会减缓首次加息的这样一个频率 而在昨天的美联储的另外一个票委 他也是明确表示 支持美联储这样一个今年加息幅度超过4次 也就是说在3月份之后 很可能利率差收入的 很可能就会稳定的锁在4%以上 那么目前大概还有20天不到的时间 希望大家如果有正在买房的 或者是正在看房的 最好是抓紧时间锁定你们的利率 因为目前行情是瞬息万变 如果趁着风险偏好有所改变 也可能会锁到一个比较低的利率 但是这一切都有可能在一瞬间 就像今天盘中马斯达克突然之间暴涨3.4%一样 好那么今天第二个话题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2022年2月15号 整个加州经济人协会正式公布的MLS 这样的一个Single Family和Condo的各方面的统计数据 给大家带来详尽的分析 那么在后面为期的几天给大家带来南加州最新几个County的1月份的行情数据对比 无论是同比环比我们来进一步的解剖一下整个的房价的走势 首先来看这份完整的整个加州的大环境的统计 2022年1月份目前的New Listing的数量对比于2021年的1月份是同比下跌了11% 那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上市的新房上市的 不管是二手的还是全新屋它的整个的Listing的上市数量就已经同比下跌11%了 那么在Pending Sales也是进一步的下跌22% 对比去年的这样的一个1月份 那么再来看整个加州中位数的房价销售价格是多少呢 2022年1月份是达到了772,500块 而2021年1月份仅仅只有685,000块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同比上涨了12.8%Average Sales Price平均的销售价格 它能够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2022年1月份 平均销售价格110万5593美元 而在去年1月份平均销售价格仅仅只有932,025大幅度的上涨将近18.6% 那么大家也能够从肉身体感的感觉 在你们出offer或者看房的时候 同一栋房屋或者是这个地区最近的房屋跟去年的成交价格来比 基本上都要涨幅在20% 这是肉眼可见的也是亲身能够体会得到的 那么整个全加州的这样的一个monthly供应量 也就是每个月的供应量呢 2022年1月份整个加州只有1.0个月一个月的供应量 而去年同期有1.7个月下跌幅度41.2% 好另外一方面再来看一下剖析这个townhouse和condo的相关数据 上面呢是single family 那么来看一下townhouse 目前townhouse的销售中位数 2022年1月份61万5千 而在2021年呢是51万5 上涨了10万美元涨幅19.4% 那么average sales price 2022年1月份73.1万 而2021年1月份60.6万 涨幅超过20% 达到最高的20.6%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大家一开始没有买房的 想去买一个single family 当时觉得会继续涨价下不了手 然后现在呢就迫不得已迫于行事 只能去买一些townhouse或者condo 这也是目前八戒在微信里面很多的朋友们之前想找八戒买 但是由于怕买在高位站岗 我是给你们进行相关的数据分析 但是很多的网友还是不相信 还是怀疑的态度 那么目前呢还是有很多的网友怀疑 认为美国的房价很可能就会在下个月或者是在半年 就会出现下跌5%到10% 那么我们将拭目以待 看一下这波由于供应链 由于地缘政治 由于整个的全球洋行放水 会不会造成在短期之内 由于加个三次四次 或者五次的利息 就会造成美国房价立即的掉头向下 转而下跌5%到10%呢 八戒之前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次 这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经济学常识的人 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不理智的判断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Condo的相关数据 Condo整个全加州的供应量呢 从之前的1.9个月 目前2020年月份跌到了只有0.9个月 下跌幅度超过50% 达到了52.6% 非常非常的吓人 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到 目前整个全球供应链油价疯狂的上涨 铁矿石 五金材料 人员工资轮番的上涨 地缘政治非常的不稳定 供应链会更加的紧张的情况之下 想在短期之内缓解 这样的一个盖房子的成本 人员工资 这样的一个上涨成本 包括整个全球运输供应链的成本 这基本上也是不太现实的 油价已经突破了100美元 想在短期之内回到五六十美元的成本 几乎是天方夜谈 好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2022年1月份 对比于2021年2020年的这样一个在 市场能够判定Sales的时间天数 目前2022年的1月份大概是在26天 Single Family会判定Sales 会判定也就是会进入OpenESCO Condo是24天 而在去年是29天 而在前年是51天和47天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判定的时间也是正在大比例的缩减 而八戒最近在帮我的客户写offer的时候 基本上只要是标记Hotahome的房屋 短短的五天到六天就会判定 星期六也就是在2月19号 八戒带客户看到房 当天晚上下的offer 那么在本周二就已经是判定了 也就是说非常非常之快 如果你的手 如果你的经纪人 他的技术功底数据分析做的不够到位的话 基本上你们想在这个行情 想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屋 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 因为Hotahome的话 基本上五到七天一定会判定 好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这样的一个中位数的销售价格 也是节节攀升Single Family 在2020年 还是只有58万7整个全家州的 这样的一个中位数价格 2021年涨到68万5 2022年涨到了77万2 从58万7涨到77万2 涨了20万美金 短短的24个月 是不是非常的可怕 而这样一个涨幅呢 也是超过了将近30% 非常非常的吓人 那么在Condo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的价格呢 是从2020年47万9涨到了2022年的61万5 涨幅 它的比例来说是远远超过Single Family 但是它整个的涨的价格 肯定没有独栋长得要高 但是它的这样的百分比 涨的是比独栋高的 但是呢Condo呢 它的最大的缺陷就是物业费很贵 而且物业费呢 会每年根据通涨会进一步的上调 另外一方面它没有自己的专属土地 能够给你进行相关的加盖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限制性因素 再来看一个Average Sales Price Average Sales Price更加的可怕 2020年独栋呢 仅仅只有80万美元 而2022年居然是涨到了110万美元 整个24个月涨幅超过30万美金 是不是非常的可怕 那么在Condo这方面呢 一开始是2020年56万9 而在2022年已经涨到了73万1 这是一个Average 这样一个Sales Price 涨幅高达20.6% 那么大家从这样一个上方的数据图表 对应的曲线统计数据呢 都能够得到清晰的判断 另外呢再来看一下 大家最为关键的就是我目前买房 到底要不要加钱 应该加多少钱 那么目前来自经纪人协会的相关统计报告显示呢 来自全加州的平均行情是2022年 也就是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呢 你不仅不用加价 甚至还能便宜平均1% 就能够买到你喜欢的房子 那么2020年是只要99%的List Price 就能够成交 2021年需要101.3% List Price才能够成交 2022年需要102.9%的 也就是说加价最少要加到3% 才能够成交 那么再来看Townhouse和Condo 2020年也是99% 2021年100% 2022年102.7% 也就是说目前整个的行情 扣除2020年2021和2022平均都是要加价2%到3% 那么目前整个经纪人在上市房屋的时候 八戒帮客户卖房的时候 目前就算我知道这个房屋能卖在100万美元 我上市价格很可能也是89万9 或者是92万5 或者是93万5 这样一个价格去上市 我并不会按照市场的这样一个market value 去进行上市 因为我为了我的客户的想要把尽快 尽善尽好的把那个房屋成交 想要吸引更多的买家进行观看 递出他们的offer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策略 所以大家首先在你们经纪人 把你们写offer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价值回归 什么叫做价值回归 就是要撇除一切的这些经纪人 故意低价的因素 包括市场当中有些condition的对比 这个房屋的location 有没有泳池 有没有太阳能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硬件设施的装修 都要把它给计算进去以后 给你一个公允的市场价格 然后你再按照这样的百分比进行 提高你们的价格 或许你们的成功率 会立即的提高50%到80% 那么八戒目前给我的客户 在写offer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结合三四份的评估报告 都是八戒详细给客人做出相关的指引 能够让客户非常清晰的知道公允价值是多少 然后最合适的上限价格不能超过多少 同时要考虑客户的贷款和个人家庭 经济环境要能承受的最大上限 才能够提高你们的命中率 那么以上就是相关的统计报告 来自整个加州经济人协会最新的披露 那么之前我也给大家分析过了节目的上半部分 整个的低温阵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八戒会不定期的给大家来做出相关的行情分析 希望有想买房贷款的朋友们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那么目前八戒这边今天的不查收贷款利率 最低是在4.65%左右 那么查收入最低是在4.0%左右 那么有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好的那以上就今天整个全部内容 有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关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